创业新生代带你听见创业新生代 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好像不需要开场白 因为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一定是对Podcast熟门熟路的老司机 不知道你现在是在用哪一个平台 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是用Apple Podcasts,Google Podcasts,Spotify,Castbox 还是哪一个 或是我们的啊 我们的来宾已经先发声 还是用SoundOn 台湾针对中文Podcast节目 现在有好多个平台纷纷崛起 那今天的来宾呢 可以说是名声格外响亮 为什么 他是顾丽凯 创业小剧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是在2011年 但是大家比较知道他的时候 可能是他担任Uber台湾总经理的时期 现在的他创办了强调经典 但是不老派的华语Podcast平台SoundOn 一开闪就适应了非常多重要的媒体人 还有意见领袖加入了节目的行列 今天我们要聊聊他的创业故事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创业新生代 好欢迎立凯哦 立凯应该是我们第一个我们邀请到来到创业新生代的来宾里面 可能是第一个从创业小剧的第一年 我们也是2011年开始的 就跟我们产生关联的人 所以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过去这十年 你的事业或创业的历程 是 基本上十年前我跟你们接触的时候 其实是我第一 算是第一次创业 那时候做的算是一个 竞标 娱乐竞标的一个平台 当时叫Bit and Buy 那时候做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其实成绩还算还OK 就算是那时候有成为台湾最大的一个那种类型的娱乐竞标的网站 那也没有需要对外募资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个人也比较觉得比较成就感比较高的 因为不需要就是第一天就有一些营收进来 那那个做了大概三年之后 其实后来我就去担任Uber这边的台湾区的总经理 然后后来是担任Uber北亚洲区的总经理 OK 对 那那个大概做了差不多五年多的 将近五年的时间 你在Uber的时间有这么长 是是 时间过好坏 他其实感觉上是十年 哈哈哈哈 当然Uber这边不是我自己自创的 但是因为台湾Uber的状况 我加入的时候其实也只有三个人 而且也是从零开始了 没错没错 其实是从零开始 所以某种程度也会把它当成是我自己的一个 新创的一个project来做 那也是放进去非常非常多的心血 然后接下来两年是在比较穿产的部分 在做比较算是集团方面的不动产的开发 然后最近在开始就是说Sundown这边的事 就是首仰了又开始又开始创 没错没错 OK 好我们待会再来聊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现在做的Sundown这个平台 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对Sundown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相信可能非常多人都是透过Sundown在收听的 但还是想请李凯鑫介绍一下Sundown这个平台 我们Sundown基本上就是一个podcast的新创平台 那我们不仅是有做自己的内容 我们大概有20几档自己的podcast节目在持续在更新 跟不同的创流家有在做合作 那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平台 我们有提供给第三方的podcaster 这边一个hosting的服务 也就算是带馆带馆他们的音档 让他们做音档的管理跟上架的一些服务 然后第三个我们对听众这边的话是有一个app Apple跟Android这边都有一个手机的app 可以让他们可以去用他的手机来收听podcast 所以我们算是台湾应该比较完整的一个 多方面的一个podcast的新创公司 了解 那我就是很好奇 你是怎么决定要投入内容产业 尤其是声音内容这个产业 然后打造一个podcast平台 是凭着一股直觉吗 还是说你曾经经过什么样仔细审慎的分析 然后决定说OK我要进去内容产业 我觉得当时没有在想说我要进去内容产业 说真的我其实本来在想下一个project的时候 我永远都不会想出我要进去做内容 因为这块是我完全外涵 我之前没有任何的经验 但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podcast的中毒使用者 那我一直观察台湾的podcast产业 就是当时没有像你们这种优质的公司来做podcast 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还需要更多的内容创作家来制作更多的内容 才有机会把这个podcast产业做起来 所以我在想podcast这个产业的时候 我认为没有办法纯粹从一个平台的部分先起步 因为内容的部分不够 所以我们想说当时我们就同时做了平台 也同时做了内容一起开始做发展 所以当时是这样 那我觉得从分析或直觉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两边都有吧 因为分析的部分来说是podcast在其他国家的部分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 所以是有一些参考资料 但是台湾其实我们进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资料 也没有什么 它产业非常非常小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也是要靠直觉去硬头皮去做做做看才知道实际上的成果如何 了解 因为当然我们也采访过了就是最近有蛮多新平台 然后其实大家在营用的资料的时候大部分来自于美国 可是其实我们也会很好奇说 美国那样的资料真的完全能够代表台湾的听众轮廓吗 或者是它真的代表了台湾的听众的行为习惯 甚至包含他们会他们的消费能力 他们能够对于内容付出多少的费用 来获取他们想要的内容 那因为人家都说内容产业很 内容这个产业很传产 而且很难变现 你自己怎么看 你觉得华语Podcast平台市场机会在哪 我觉得回到你刚刚讲的那一点 就是我的看法是我认为其实人的需求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不管是在美国中国或是台湾 你其实这些需求的部分 本质需求是有一定的共同点在了 所以我认为Podcast这个媒体其实是人会想要接受的 那只是而纯声音的部分是大家会想要去试用的 那只是说你在内容产业的部分来说 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些够优质的内容让大家吸引大家进来 或是内容上的长短或是它的格式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 这些可能是比较跨国的部分要做一些修缮跟一些在地化的处理 才让当地的一些居民知道说这个内容是比较符合我 当地的使用的情景 那从内容是否是传产这个东西可能你们比我更熟嘛 那我觉得这一块我们说真的还在摸索啦 那我的强烈的一个直觉是说我认为只要把好的内容做出来的话 其实总会是有一些变现的一些机会在 OK 所以听起来至少以华语内容来说 现在这个市场机会就是 就是对你来讲可能是就像一块处女地嘛 所以有非常多的机会或者是可能非常多的不同的商机 甚至内容形式都可以挑战看看 所以说到底也因为它很新它才刚开始 所以对你来说要推动这个产业不单单只是做一个平台而已 可能需要产制更多的内容 但是前面有大概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为什么要跨足内容的生产端 那我就会很好奇 可是事实上产制内容这件事情 只做一个平台跟去生产内容 这两件事情它的成本它必须要付出的 effort 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那你们怎么去回收这个产制的成本甚至获利呢 是 我觉得网络的新时代一个好处就是说 当你在产制这个成本的状况 就是你虽然说它成本还是高的 但是你有办法用不同的方式让这个成本降低 那你也可以用实验性的方式来做 就是我可以把一个podcast做一集出去看 做一个12集或是做24集 看看实际上收听量的部分 其实这些数据都很容易被追踪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得到一些资讯或是一些足迹 足迹知道说到底哪些内容是台湾人会想要收听 哪些是有机会可以流浪做大 哪些有机会可以做边线的 所以我们当时从一个内容产制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比较是偏实验性的一个心态来看 我们想说我们是看用不同的产业 我们有做娱乐型的节目 有做法律型的节目 有做时事评论的节目都有 那看看哪一些节目是大家对于哪些主持人是比较肯定 哪些是比较吸引听众会进来的 那现在当然我们有做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数据进来 我们就比较有一点直觉说 哪些节目是哪些长度哪些节目哪些格式 是大家会比较喜欢的 那我们再做一些微调跟修饰 那我们再开新节目的时候 我们也会从这个方向去去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听起来因为进入门槛低 然后格式相对轻巧 产制的过程也相对轻巧一些 再加上平台环境也成熟很多 比如说比Podcast刚开始的时候 平台的环境技术环境也成熟很多 然后再加上数据追踪啊等等这些 然后social media推波助澜 所以让 产制 At least的产制Podcast内容这件事情 它负担不会是那么大 然后你可以快速的调整跟快速的修正 没错没错 其实也看到很多人在 就是Podcast都是在自己家录音嘛 他们就是用iPhone或是外接一个小的麦克风来录音 其实都可以 那我觉得重点还是你内容做的好不好 对啊 我们另外一个系列的节目 矽谷为什么都是在家录啊 因为他们在矽谷都不可以出门 哦是 所以他们就被迫一定要在家 然后通过远距录音的方式完成 有IC好像跟我讲 对对对 好那你自己期许上当 接下来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是你想要变成独大的华语Podcast平台 还是说你要垂直整合声音内容的生态 还是除了从生产到发布 你网上到KOL 到意见领袖到人的都掌握在你手上 还是你有什么样短中长期的目标 那你觉得如果你要达到这不同阶段的目标 你分别要哪一些关键可以帮助你达到 对 我们认为说最终我短期的目标 我们希望就是任何人在台湾有在想要尝试Podcast 这个题目的人的时候 其实都会想到我们 就是想到Sharon 那不管你是今天是听众 你觉得说你有听过我们的节目 你知道我们制作节目的品质是在哪里 会一定的 如果Sharon推出新的节目的时候 会愿意去试听 新战略第一 是或是你是使用我们APP 觉得说我们APP的使用的界面是非常好用 或是在推荐节目 其他节目不只是我们自己制作的节目 或是其他节目的部分 也是做得非常好 从听众的部分来说会想到Sharon 或是你如果是个创作家 你会想说不管是Sharon这边的hosting的服务 我可以用你的代管服务非常好用 你可能有一些广告变现的机会 可以帮我做开发 或是行销的一些方案 可以给我们做互相交叉行销等等 要不然就是广告组的部分 如果想说我有机会想要再尝试这个新的媒体 做一些跟用户这边沟通我的品牌 或是我的服务 或是我的产品等等 我希望就是任何人 就是你对Podcast有兴趣的话 你都可以想到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来说 其实可以Cover这三端的用户跟使用者 了解 那你觉得YouTube会是你们发展的参考点心吗 是或不是 对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是 and不是 都是 是的部分 当然就是 因为YouTube 当然就是很多人会讲说Podcast 就是YouTube的纯音版 对不对 就是说你只有做音档这一块 因为基本上制作的门槛第一像你说的 然后你可以随时自己可以上架你的东西到云端去 让大家可以就是都可以看到或是听到 那当然YouTube也是花了很多很多年才变成今天的YouTube 对不对 它也经过了几次的一个进化跟改变等等 所以当然我们会参考它的一个状况 那Podcast我觉得有一点比较跟YouTube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YouTube它还是一个单一垄断市场 影音市场的一个平台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不管是用户端或是 hosting端的部分都是要透过YouTube自己本身的平台去收听的 你一定要去YouTube.com 或是你一定要到YouTube的App的部分来可以收听它的内容 或收看它的内容 但是Podcast它本身的生态比较不一样 它是拆分出来的 所以从hosting端的部分来说 你自己可以选你的音档是放在哪里 从player端的部分 你自己可以选说 我用哪个player来播放这些Podcast 所以我觉得反而对于这些比较中小型的player 像我们这边这种player的话比较有机会 比较不会就受到这种巨无霸的tech的公司影响 而被他们一下把他们吃掉整个市场 我觉得这块是Podcast跟YouTube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了解 我想多问一个问题 站在你的平台的角度 你们给节目制作方的建议 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节目可以被更多人听见 我觉得Podcast它有一个挑战 就是它比较难去收到使用者听众的一个回馈 因为它毕竟还是单方面的一个沟通 就是Podcast跟他的听众做沟通 而且你没有一个像YouTube的一个中心的地方 让比如说YouTube你就可以看他留言 看大家写说你这个内容好还是不好 还是需要在哪里修正等等 但是Podcast它又分散着很多不同的平台 所以你就比较难就是回收这些意见 那我们这边的一些心得 就是说你要想尽办法去跟这些用户做一些互动 不管是透过Facebook群组或是用LINE或是用Telegram 或是用Survey各种不同的方式跟他们去沟通 跟他们去互动 才知道说他听众认为说你这个内容做出来哪些地方是好 哪些地方是他认为有进步的空间 我觉得才比较容易可以一直调试你的内容 让你的节目可以成长 最终我还是认为说你有好的内容的话 其实就用户会看得到会听得到 今天非常谢谢丽凯来参加创业新生代的节目 如果你还不是用Sound On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都可以在网站上面搜寻Sound On 或者是下载他们的iOS或者是Android的APP 都可以在上面听到创业小剧啦 或者是其他的媒体啦甚至是非常多杰出优秀Podcaster 所带来的精彩的节目 当然也要持续的邀请大家继续在Sound On上面 锁定创业新生代 我们会继续带大家听见创业新生代